欢迎大家收看,我是蕴雪希 今天我们会看看Kreutzer第27首的联集曲 3、4、5 这份谱上面没有写着C-Sharp 应该是用什么手指 但是除了用三手指拉C-Sharp之外 三手指拉C-Sharp之外 之外,我们可以用四手指都可以 我们可以借四手指 借四手指为什么呢? 就让手型可以尽量保持 不用这样去关闭 C-Sharp 四手指 尤其是在这四个音里面 G-Sharp 这个音一定是用三手指的 如果我们不想三手指是按忙碌 打开,按C-Sharp 然后又回到G 那我们可以用四手指拉C-Sharp C-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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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听到 首先听到有什么 不要逐个逐个音去听 听一下那个Pattern 听一下有没有一些音是 你虽然看不到这份谱 但是你预计到会出这个音的 Pattern 开始了 C-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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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一个 可能我唱不准 但是 C-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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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批批批批批 大家在这里的时候 要有这个感觉 這也是一件事大家需要聽到 第二件事是聽聽音的轉變 那個accidentus 有時看這些accidentus是很有趣的 因為我覺得accidentus本身 這些臨時的轉音 我之前也說過 是很有情感的 名字叫做臨時 但是因為什麼臨時呢? 因為有這些特別的情感 所以才會在這首歌上出現 一個不應該出現的音 所謂不應該出現就是 不是屬於這個曲調 因為D minor 沒有理由會有一個C sharp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我們看到這些accidentus 千萬不要輕易放過它 看看這個accidentus的去向 究竟它會怎樣 它跟著故事會有什麼發展 你要當這個accidentus 這些臨時的轉音是有生命 到底它會怎樣變化呢? 這是很有趣的 在這裡這個C sharp 它就是這樣變的 C sharp出來了 那竟然變成《實際的》 變成《實際的》 變成《實際的》 我們聽到什麼呢? 我們可以聽到C sharp 之後C natural 然後聽《實際的》 其實會怎樣做 这些半音半音在西方音乐里面 是很有情感之下才会这样写的 当然它后面 它不只是让我们听这些音 它是有很多花、有很多变化 对一些 但其实主要的音是 啦啦啦啦啦啦 大家又不要当这些 我纯粹是 D、F、G、Sharp B natural 不是的 啦啦啦啦啦 这个是什么interval 大家听到有 大家其实看譜 因为这样听的时候可以什么都可以 但看譜上面是 F natural 然后是 G、Sharp 它不是A flat F natural 和A flat 是一个三度 这个是什么三度 如果是三度的话 是一个minor third 少三度 但是 我们看譜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不是A flat 它是 G、Sharp D、F、G、Sharp 只有两度而已 F、G、Sharp 只有两度而已 F、G、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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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不是那么慢 去说 去找出来 大家很快就拉过了 就算它寫着Moderato 也好 我肯定很快 你会觉得 原来里面有这样的东西 是一个 重要的 它不是出现一次 它去了F、S、T、R 接着它又要 好像很害怕 我们不知道 这个G、Sharp 的存在 所以它又要再回去 多一次 你看 这个小节 是不断去用不同的Octave 去提高我们 和G、Sharp 和interval 加在连� kob 跟着Błos 這樣才是很有說服力 把音樂的緊張 你當作像條狀一樣 拉到有這麼行 得這麼行 差不多再拉的時候 它就斷了 然後它才放鬆 我們在音樂上聽到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啊好了 終於可以叫做 在這兩個小節裡面 啊圓滿一點了 它的緊張如果不是 拉到這麼強的話 我們不會覺得那些小節 是一個很圓滿的答案 我們不會 要有這樣的緊張 然後有這樣的答案 我們才會覺得 哦明白 整件事完了 告一段落了 至少大家聽不出什麼 無論如何是否interval 也好 到了這個小節 你會覺得 啊 比較 啊 真的比較舒服一點 不會這樣 好像 就著眉頭 好像 有很多 拿著的感覺 拿著 拿著 直到這個C-Sharp 好像是少許解開了 由C-Sharp 但是 這個G-Sharp呢 揮一支不去 它又翻回來 對 剛才我們說過 看到Accidentals 其實是很有趣的 你如果跟到它的變化 你純粹以一個旁觀者 一個觀眾的心態去 跟著這個 其實好像看電影一樣 這個角色是很有趣的 它跟著會怎樣呢 它會不會變成另一個 變成另一個 心態 還是它本來的問題 可不可以有一個答案呢 記得二手指要按住 然後 當我們去到這些 interview的時候 給多點時間 將最後的音 想要確定 那個音準不準 的音 拉長它 既聽一下 那個音準如何 亦給自己 感覺一下 你要按那個音的時候 你的手指是怎樣 有沒有一個默契呢 手指之間有沒有默契 還是還是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指 如果沒有默契的話 是會這樣拉的 不要理會那個音準如何 你只看著我的手指 是好像不協調地動 逐個逐個獨立地動 這個 只看著也好 已經沒有默契在那裡 感覺一下 不要說 哎呀 這些音要這樣 兩隻手指之間 要分開 很難 很想快點按完 之後就 拉一下音了 不行 你要 感覺一下 這個tension 除了有音樂上的tension之外 也有物理上 你真的可以感覺到 可以感覺到的tension 而這個tension只能夠是在 按在手指那裡 在左手那裡 去感覺到的 我想大家不要忽視 左手這些tension 我知道在鋼琴上面 你也可以 譬如剛才那個 對不起 但是遠遠 不及得上 在弦樂 那麼直接 那麼真實 它不是一個按鍵 你要按到這個位置 你才能出到這個音 如果你聽到音樂上 你聽到好像扭在一起 而 你事實上 你見到我 拉的時候 我的手指真的 扭在一起 搭在一起 或者有時候 要塞在另一些手指後面 一手指摺起 二手指後面 一手指不要拿 二手指不要拿起 三手指準備定 要夠低 然後是Cb 我們想聽到這個Cb 然後怎樣去resolve 去Bb 去Bb 打開半格 不是一個換把 只是打開四手指半格 換把 打 手掌出來 打開半格 換把 現在拉到第27手 應該大家知道 很可能 通常換弦 或者換把的地方 都是在空弦的時候去做的 那麼 大家一看到空弦的時候 不要只是拉空弦 看看左手 要不要做些準備 換去低的把位 或者換去高的把位 不要浪費了拉空弦的時間 來 再按 再按 一邊 兩邊 很多 都會對 正常用弦的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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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音是低半度 二手指要这样移动低 其实不是常有的感觉 所以我们用二手指按G弹的时候 要想它低很多 如果你不断移动低一点 其实是太高了 当然还要加上你心里面唱这个音 仍然已经有点高了 高了5% 那些又回来了 C-Sharp先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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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SO 讓你的感覺如何? 它是不是一個 純四度? 誰是純四度? 誰是純一點? 當然是這個比較純 誰是穩定的就是純 很穩定的 你不會想 不會令你覺得很奇怪 但是 都是四度 所以這個G-Sharp 大家拉的時候 三手指一定要很夠高 三手指是要頂住四手指 然後跟著是Bb 不是B natural 是B 所以其實也是在練習什麼呢? 在練習我們這個距離 二手指和三手指的距離 不要那麼快拿起三手指 很多人可能會這樣拉 哎呀!我拿起三手指了 你一拿起三手指 你再按下去 它還未完 它還會再出現一次 G-Sharp 它就會不準 所以如果我呢 我會這樣拉 按三手指的時候 然後按二手指 這個目的是 要讓自己習慣這個 三和四 一群的感覺 和二和三的距離 你越能夠讓這個感覺 保持久一點 在放鬆之下 儘量放鬆之下 保持久一點 那你拉這個小指 才會越容易 如果不是你每一次 解決它 解決完之後 它會不準 而且它也不見得 可以很容易拉 反而你能夠保持那個距離 保持那個感覺 是 你拉這個小指 才會容易 剛才我正在拉空弦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我是 在拉空弦 已經打開四手指了 打開四手指 找它出來 我很狡猾 把他們完成 打開四手指 它的小指 完成 打開當 Nazis